大家好 1月18日星期四 昨晚有事没拍片 今天比平时早拍这条片 亦准备早点出街 今天我想和大家谈的话题 涉及两宗新闻 第一宗是昨天股市大跌 跌了接近六八点 其实踏入2024年 一日跌一日跌 股市相当惨情 另一宗新闻就是 艺法局撤回 对舞台剧颁奖礼的赞助 而且未来这一届 新的那一届都不再赞助了 两宗新闻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会纏你一起说 表面上好像风骂牛不相及 当然并不是如此 其实两宗新闻同样触动神经 两宗新闻我认为很重要 我昨天几乎同时看到两宗新闻 因为在手机上 即时新闻彈完一宗 再彈另一宗 我发觉两宗新闻 表面上好像不接近的新闻 但是原来你拼在一起 图画是更加立体更加出 因为两者如果大家看得 刮得深一点 其实是有一定的关联性 你拼在一起就看到我们香港今天 更加立体的画面 所以我觉得很值得和大家 如何聘合这两宗新闻 和大家一起去谈谈 先说 香港魏法局撤回 这个对舞台剧颁奖礼的资助 绝对是撤回 不只是削感那么简单 是答应了那些 现在都不肯去找数 某程度可以说叫做走数 这个舞台剧颁奖礼 就是由香港舞台剧颁奖礼 就是由香港戏剧协会去主办的 已经扮了过三十年了 上一年2023年就是第31届 以往除了最初那几届之后 之后没有发觉 已经有很长时间很多年 都是去资助他这个颁奖礼 因为这个颁奖礼 亦都是业界最历史悠久的 一个舞台剧颁奖礼 绝对在业界相当有应受性 现在发生了什么事 根据戏剧协会 昨天在网上说的版本就是这样 戏剧协会说 上月初接到艺法局通知 说收到外界查询 认为去年6月举行的 第31届舞台剧奖颁奖礼的内容 直接或间接对贸法局的声语 造成了损害和不利影响 局方经过审视颁奖礼的直播录像 和审慎考虑之后 就决定扣减最后一期的资助 其实这个做法我觉得是相当不公道 还有我觉得不道德 大家想想 你现在不是说 未来的不给他这么简单 你是一些已经答应了他 说会给他的 而他原先的颁奖礼 就因为你批了赞助 有一块钱 所以他就先去决定规模和怎么办 有钱就大搞多些 没有钱就搞得小些 其实正常就是这样 现在你批了给他 按你的资助颜去搞 但是突然间你现在说 就是人家的颁奖礼已经完成了 突然间你现在说 我撤回了你的资助 就是我不再资助你了 所以最后一期的尾数 那个资助颜我不给你了 那怎样呢 人家的颁奖礼已经扮了 按理说会给的钱去做的 可能你说各样都要埋单 那你现在说不给钱人 那人家怎么去埋单呢 其实牵一发动全军 那这个呢 是不道德的 就是你走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安排 就是相当有问题 那跟着说回 劇协的版本 他的情况 那除了现在贸法局通知他 就说撤回上一届颁奖礼的赞助之外 那未来第32届的颁奖礼 劇协也都说 魏法局就通知他们 由于竞争剧烈和资源有限 就不会赞助了 那过去十届的颁奖礼 都是获得 魏法局之助约11万元 至到如40万元不等的 那同样 那场地如何呢 那过去十年呢 那颁奖礼都在康文署的场地举行 那昨天呢 也都说呢 康文署就说他不会再提供的场地 也都不会去赞助 颁奖礼的任何场地的各样东西 那就是全面就撤退了 全面就撤 那这个呢 啊 对局造成的所谓 声誉造成损害或者不利影响 这些呢 他是没有说到的 也都没有说到呢 究竟那颁奖礼有什么呢 不寻常安排 也没有说的 那这段稿呢 某程度只是证实了一件事 就是呢 戏剧协会 戏剧协的说法呢 说魏法局撤回之助 这件事是真有其事的 也都说呢 下一届不资助呢 也是真有其事的 那究竟上一届的颁奖礼 发生了什么事 去年的颁奖礼发生了什么事 令到呢 现在这个的贸法局觉得 他是有不寻常的安排 直接及间接对贸法局的声誉造成损害 或者不利影响呢 究竟是什么事呢 上一届的颁奖礼 据传媒报道呢 就是以勇气做主题的 即是那个颁奖礼 就以勇气这两个字做主题的 那他们就邀请了漫画家专指 新闻工作者蔡玉玲 和导演杜奇峰 演员金燕玲 李丽真和杨诗敏等 担任班奖嘉宾 据香港戏剧协会的网站介绍 本港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 在舞台剧界就凭着勇气 在艰难时努力去制作优秀的作品 仍难而想 所以为什么他把颁奖礼定为勇气 其实就是有他的说法 那么现在呢 明报今天的报道就说 据他们了解 为什么现在毅法局要撤回资座呢 就是因为他们邀请了专指和蔡玉玲 任班奖嘉宾 所以出了事 但是 为什么邀请了这两个人就出了事呢 所谓出事 其实可以是两方面 第一 就是这两个人 本身这两个人有问题 你邀请他就已经出事了 有问题了 第二 就是这两个人 他们在台上做了些事情 而那些事情就出了问题 如果看回报导 今天这些报道都去说回当日在颁奖礼上 尊子和蔡玉玲做了些什么 因为颁奖礼就是去年6月去举行的 当时尊子就刚刚被明报 即他本来一直都在明报上画政治漫画 刚刚他的尊栏就被停了 那么尊子在颁奖礼上 就台上的时候 就被私宜问到他多年持续创作的秘诀 那尊子就回应 平时画画我就会开着电视机 看看有没有那些达官贵人说话 他一说话 我马上就打开个柜桶 就会有几张漫画在里面 没有那么好笑的一张 他就拿出去交给报馆 好笑的那些就不会拿出去的 因为好笑的那些人看完会生气 这就是尊子当时在颁奖礼上的说法 另一个颁奖嘉宾就是蔡玉玲 他当时就刚刚就车牌查册案 在终审法院上诉得席 获得撤销定罪和罚款 他在台上就被问到 如果你要赞写舞台剧本 你会选择写一些科幻的东西 虚幻的东西 或者写现实的题目 他就回应说会选虚幻的东西 因为蔡玉玲说 这个时代需要更多的创意 去穿透现实 带来更多的想象力 刚刚就是尊子和蔡玉玲 在当时颁奖礼上说过的东西 其实我相信以一般的人 就会觉得很正路 没什么大不了 我觉得完全没有犯法 如果以香港法治社会来说 这两番这些说话 完全是没有犯法 你说是不是尊子那句 哇 那些人看完会生气 太好笑的 那些人看完会生气 是不是这句出事呢 那如果是 麻烦你说 但是 毅法局是没有说过 那跟着你说 如果不是因为台上的事情 而是这两个人本身 你邀请他就不行 那我又真的不明白 那两个 其实 香港的合法居民 两个都没有犯法 尤其是蔡玉玲 她刚刚是终审法院 还她一个清白 她上诉得值 所以两个人 是 完全 如果你说 就是法治社会 两个人完全没有问题 那 如果 难道你现在告诉我们 我们香港有所谓 红五类 有所谓黑五类 那你就要告诉我们 是否真的有个这样的名单 什么叫做红五类 什么叫做黑五类 有些人在名单里面 就不可以 就是毅法局 资助的团体 不可以邀请他们上台 那不过你 说得清清楚楚 但现在没有 现在完全没有 毅法局的主席 现在就是 这个的霍启刚 那她昨天 传媒问她的时候 她又不回应 细节不方便透露 不可以说得住 那今天 今早的时候 因为她本身 都在立法会 是议员 是这个 就正正是这个 体演文出局 体育演艺文化出版界的 功能组别议员 我相信可能在立法会 被记者抓到 所以她在电视影光幕 刚刚见到即时新闻 她都出来说话 但是她的说话 真的 听完之后 就更加觉得她应该澄清 那 霍启刚说什么呢 她就说 毅法局是法定机构 必须确保 謹慎民用公帑 会经常和政府有关部门 检视机制 亦都会尽量降低 涉及违反国安法的风险 这个传媒 NOW新闻台就这样报导 如果你看她这段 即是说她将政府拉下水 亦都将国安法拖下水 那霍启刚的原话就是这样的 她说我们在机制上能否做得更好 我们毅法局在分配资源上能否尽量降低我们涉及违法 甚至国安法的风险 我想强调毅法局并非执法机构 我们不是说谁或某事某语言触犯法律 我们不是去判断这个事 但是作为公帑分配者 我们整体大会委员有责任去将风险降到最低 那即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邀请了专子 为什么邀请了蔡玉玲 就有国安风险呢 就有违法风险呢 我刚才说他们两个并无官司在身 甚至蔡玉玲是终审法院判她上诉得值的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是一个风险呢 你就需要详细和大家去交代 详细讲清楚 重点是你也想别人不要去犯这些风险 我想强调就是今时今日 很多人可能会说李董迪 很多时候就李董迪 你说是否心里面没有一些想法 当然不是 可能每个人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但正正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政府做事也好 这些拿政府公帑去做事的法定机构也好 你不可以一句李董迪 就叫做交代了所有事情 事实上政府做事 用公帑的法定机构去做事 就正正需要说得清清楚楚 有条有理有文有路 不然市民怎么知道呢 我们不可以轻易接受给一句李董迪 这样就已经可以给他们行运过关 如果真的有问题 你就会说出一个问题 如果你觉得你有理有据 那问题就是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是无理无据 你都不敢说出口 但这件事是不可以 社会是不可以接受的 对市民呢 对社会呢 都不是一个好事 那 刚刚说的就是 贸法局去走数 不再撤回 不正是不再资助下架 不再资助下架 不再资助下架是另一个问题 更加重要的是 你撤回资助 其实你是违反了合约精神 所以你怎么也要有清晰的交代 至少给那个团体 因为你答应了他 他因为你的策略去做事 现在你反悔 那他怎么办呢 他怎么办呢 所以你呢 即使你条文上 可能真的有这个 又不知道怎么怎么怎么 就可以一定是 可以撤回 你条文上是有这件事 但是 你也要有道德责任 你要清楚解释 你也要 真的 以利服人 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笑 听我说这四个字 这就是魏法局的新闻 另一单 就是刚刚我说 股市 昨天股市大跌 接近六八点 为什么我把这两单新闻拼合呢 今晚踏入2014 我都说股市都停不了跌 也跌了几年 连续四年 我们埋单都是跌的 这个是全世界 没什么地方是这样的 现在踏入2024 这个情况仍然令人忧心 在这些时候 特区政府 其实 应该做些什么呢 按道理 用正常逻辑 全力去拼经济 如何改善好 现在 这个经济状况 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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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看到 好像 魏法局这些事 真是无是生非 野是生非 无端端掀起一些 我认为 真是不必要的波难 那 究竟这个政府 因为 正如霍启刚也说 这些是和政府不停沟通的 其实政府的优先援急在哪里 你看区议会选举 就是真的全力去拼 至少姿态上 绝对是这样 但是 为什么经济 现在经济这么差 你不是去全力拼经济 你又浪费时间去处理 好像魏法局 无端端去剪了 别人资助了这么多年 一个扮了超过30年的颁奖礼 你这样影响的 不仅是这个舞台剧颁奖礼 不仅是影响主办的 就是戏剧协会 而是整个业界 整个舞台业界 整个艺术界 整个艺术界 你会造成人心的不稳 人心的黄和 对你现在 当前经济 已经低迷的社会有什么好处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 要有些优先援急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很值得大家 去留意 所以我要点出这件事 为什么将两者互为关联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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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的股市 为什么又跌了接近六百点 你看报纸 很多不同的说法 原因是什么 本地的报纸 多数都会告诉你 因为美国的减息期望 好像落空 似乎没有大家预期这么快去减息 另外 内地公布了一些数据 虽然全年GDP好像OK 但是其他 有些数据还是很差 比预期差 之类 所以会造成昨天股市 跌 这些是本地部有说的 但是不止的 其他我看到网上的媒体也说 会不会跟中国刚刚出台的一些金融政策有关 也有人说 这个也很夸张 特朗普自己刚刚赢了 他那个共和党 党内初选 先拔头筹赢了一仗 就是这个艾奥亚洲 就是那个共和党党团 他胜出 就是说 选这个共和党总统的代表 参选人 这个特朗普说什么呢 他自己就说 为什么中国股市跌 就是 这些就是跟他当选 有机会去重返白纲 所以影响所及 就知道他当选 那个中美关系怎么怎么怎么 所以昨天的跌市 特朗普说跟自己有关 他当然在针对大陆 但是 在香港也是 互惠影响 所以我说 究竟昨天跌市 其实可以是 不同的解读 又不同的人 讲他不同的理由 但是 甚至可能有更多 我现在 在这里都未一一进入 但是重点你就知道 是人生不稳 那个信心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而呢 在这些情况之下 你想做好经济 他政府都经常说 就是要 希望外资来投资 去全力拼经济 就是这样 那你想外资去投资 就是你想香港做回国际金融中心 而不是国际金融中心为止 那你也要想一下 你如何吸引外资 对商界来说 其实无论外资 还是本地商界 也是 最重要的是 投资环境 是稳定 很多东西 你说法治社会 很多东西是清清楚楚的 但是 刚刚现在贸法局 这宗新闻 给你的感觉就是 不清不楚 究竟为什么要去撤回资助呢 如果用明报的说法 或者很多人都会这样想 就是 因为请了专子做班长嘉宾 请了蔡玉玲做班长嘉宾 那你就要解释给我们 为什么原来不请得专子 为什么不请得蔡玉玲 你要有一个公开 可以公开摆得上桌面的说法 如果你真的这样做 你做得出 你就不怕认 你就说清楚 可以告诉那些警察 听一下为什么 但是现在是没有说的 我都说了 我们不可以接受政府 常常说 我们不可以接受政府做事 我们帮他用一句 你懂的 我们就去解释了 而政府的官员 甚至说 之前 在一些事情上 不交代 就说 心知肚明 喂 无论市民有什么想法 但是最重要 你政府做的时候 你政府要给一个说法 你不可以说 心知肚明 就含糊过关 而社会大众 也不应该 用一句 你懂的 就给他过关 我觉得是要他 去面对公众 面对市民 清楚说回自己 为什么要这样做 他要说回我的说法 我现在不可以说 喂 我心知肚明 六合彩 那六个数目是什么 那你 马会 就给我几千万奖金 可以这样 当然不可以 所以 必须就是 要他有一个清楚的说法 如果不是 市民也好 商界也好 外资也好 是无所释从 那你 你强调法治社会 你也不想人犯法 是吧 所以 你是要清楚去交代 你有责任去交代 刚刚 其实霍啟光 作为贸法局的主席 那个交代是完全不合格的 他除了把政府和国安法拖入水之后 其实市民是没有办法明白更多 究竟他发生什么事呢 霍啟光 作为政界新贵 他既是立法会议员 就是这个体演文出界 亦都成为贸法局的主席 那 其实以往他的名字都经常出现在报纸 尤其是名人版 因为他爷爷大家众所周知 就是爱国商人 就是已故的霍英东 他爸爸就是做了很多年 立法会议员的霍振婷 他妈妈就是被认为 是最美丽港者的朱玲玲 他太太就是中国的跳水皇后 郭晶晶 之前都经常在社交版 包括做了议员之前 做了议员之后 就看到他和他太太 他家人的照片 就是很多出现社交活动 我相信 霍启刚 都很刻意去营造他的家庭 家庭事业 很和谐 很美满的局面 很推出这个温情 推出了在网上 有很多这方面的照片 各样 但是 他现在是 毅法局主席 其实做不久 他去年是上任 之前是黄英伟 做了超过十年 我觉得现在 真真正正 是面临考验 因为以往 他的剑布 都因为是名人之后 也都娶了一个 国保级的太太 但是他的办事能力是如何呢 现在这次是第一次展现 你说第一 敌决也好 你说 第一次 第一仗也好 总之 是面临第一次的考验 现在在他任内出现了这件事 他跟着 他过程中是如何处理 因为削减资助的时候 应该他已经坐在董事局里 应该是主席 他如何处理这件事 还有他现在需要向公众交代 整件事 我觉得是 很有需要 很有需要 今天有另一个人 其实也有说话 叫做 吴杰庄 这个 就是现在的立法会议员 之前做过贸法局 因为报纸介绍他做前 贸法局成员 现在不是 他呢 很奇怪 其实他昨天说的 和今天的事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转态 可能未去到转态 不过微妙之间 子女行间的轻重点有些不同 他昨天接受明报采访 我看到报纸今天有他的写法 就说 以他过去的经验 在活动完成之后 遭到扣减资助的情况很少见 那当然了 撤回 就是走数 走数这个情况 我觉得在法定机构 是很少见的 吴杰庄就说很少见 这种情况 对于剧协未获通知活动 有何内容出问题 吴杰庄就期望毅法局交代具体的理据 最起码与团体沟通 又认为对外增加透明度 是有助其他团体申请资助时更加清晰 这个说法 是比较正路 也公道 但是 跟着 刚刚也是即时新闻 我看他出来 接受传媒访问 他说 以往 这个舞台剧颁奖礼 多数请的颁奖嘉宾 就是一些业界的人 但是今次 看的颁奖嘉宾 就觉得有些不尋常安排 就是这样 那 这里 我想问 是否一定要请回 劇界的代表 我很多颁奖礼上 我不觉得是这样 其实很多时候都请社会的名人 甚至可能是一些新闻人物 不过他是小人物也好 但是他觉得 他出现一些新闻 他认同某些东西的时候 他也有邀请这些市民 可以去做班长 我觉得都可以 以往都 我都不是没试过 那 所以 这里 如果说 因为之前是请业界 如果我们不是只请舞台业界 就是不尋常 我觉得有些奇怪 那 另外 如果这个不结束今天的讲法 那是不是即是间接 去证实 或者说明 确实正如传媒报导 今次出事 为什么会撤回这个资座 就是因为请了专指 请了蔡柔玲去做嘉宾 是不是这样 现在 其实都是不清楚的 都是我们合理地去推论 但是 如果一个机构 他最正常去做事 他不应该等大家合理地去推论 他应该 说清楚 剧协的干事 庄梅岩 接受访问 他说什么呢 他就强调 剧协是奉公守法 光明正大 没有什么不可以摆上桌 这些呢 就是应该政府做事 应该是这样 就是奉公守法 光明正大 没有什么不可以摆上桌 那 这个 霍启刚 这次面临第一个考验 他今早的答复 绝对传媒 我相信是很难收货的 希望你稍后出来更清楚地交代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那个准则是什么 清清楚楚 是向传媒 向市民交代 也当然向受影响的 业界交代 好 拜拜